今天帶你們來華人新村 來體驗和見識這裡的河婆文化 想不到新村竟然是一個這麼漂亮的打卡地方 很多華人新村都自然保留古井 可以來參觀這個河婆行 還有這裡的居民 聽聽他們的河婆話 其實都聽不懂 很久不見 很久不見 河婆美食是客家洋豆腐和濾茶 洋豆腐 洋底瓜 洋虎瓜 客家菜板 咖喱山豬肉 咖喱山豬肉出場品配客家洋豆腐 很夜門 其他地方吃不到 很久不見 這裡大部分的新村都是河婆稠西 這是河婆就說是稠西 這就是很傳統的新村屋 你可以看到是板屋 看看他們的傳統的村屋 珠芒珠寶 河婆里茶 經典的口道地河婆里茶 可以吃 很香的味道 對 珠寶這裡可以來到孔子廟的善學院 今天是由和風駕駛5-10分鐘的車程 來到華人新村孔橋新村 拱桥新村位于霹丽州的宜宝以及和风之间 这里民风朴素 大部分村民都是河婆人 今天就带大家认识这里的客家河婆文化 在大马 客家人是既福建人之后排大义的方言社群 接下来就是广东、潮州以及福州人 而河婆人又称为河婆客 是属于客家族群的一支 十九四几初 河婆先辈飘洋过海来到马来亚 在这里落地生根 也都将河婆文化习族带来这里 来到拱桥新村 首先一定要来的就是江州茶餐室 由美食来认识河婆文化 江州茶餐室有超过四十年的历史 由大与代传人张之贵先生 传承父母亲的河婆古早媚 在这里你可以吃到三大河婆美食 包括洋豆腐、菜板、淚茶以及其他点心美食 这里有什么好吃呢? 最出名的就是 河婆内茶、河婆菜板、河婆豆腐 方式羊料 羊豆腐 特价客家羊肉 这个是羊底瓜 这个是羊腐瓜 大马的羊豆腐是分为客家羊和港西羊两派的 河婆羊豆腐的特色是肉馅加入鱼胶、猪肉碎 除了羊豆腐也有其他的羊料 我一直都很喜欢吃羊豆腐 我就觉得江州的羊豆腐很大健质实 豆腐有豆香味 肉馅很饱满 食入口是咸、香、鸟粥又弹牙 很绵 豆腐的口感比较绵 它的馅味很好入味 腌得很足够 真的很好吃 张先生说 传统河婆羊豆腐的肉馅 其实有咸鱼和猪油渣 而食的时候会用生菜包着吃 后来因为人客的口味改变 所以现在的馅料其实是改良式的 比较传统 以前爸爸那代 有咸鱼和猪油渣 有咸鱼和猪油渣 现在改良了 因为每人买咸鱼和猪油渣 因为每人买咸鱼都说 然后咸鱼也不肯吃 咸鱼也不肯吃 咸鱼也不肯吃 所以正宗的有咸鱼和猪油渣 在馅里面 你们的馅是鱼肉吗 鱼肉和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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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否有雷茶 对 平时没有 因为我太多工作 太多工作 靠近中午时分 粉红色的河婆菜板 一放上桌 很多客人就来抢购了 要吃到正宗的河婆菜板 一定要早点来 河婆菜板的外皮 是由煎味粉制成的 馅料有蒜 韭菜 咸菜 沙角 以及花生 这种传统菜板 不容易在其他地方找到 在拱桥 以及挂拉关 这两个河婆人多的新村 正可以找到这种 充满古早味的菜板 这就是客家的菜板 有些像潮州人的猪贵 这个属于 它的形状就像一片叶 像菜板 其实它有不同的馅料 今天试的是两种口味 韭菜和蒜仔 这一天也是我第一次吃到 传统的河婆蒜菜板 入口是浓郁的蒜香味 非常特别 这个我真的没吃过 很香蒜头的味道 我喜欢它的皮 是烟烟的 江州茶餐室 这里还有一道很特别的美食 就是山猪肉 咖喱猪肠粉 提醒你来到这里的话 一定要空着肚子 因为美食实在太多了 张先生就很亲切 这日他还和我分享了 一些河婆人的历史 可惜我不会说客家话 否则就可以用客家话 和他交流了 河婆是杰西 那里正式是杰西 哦 河婆杰西那里 那里 杰西 正式是河婆和潮州两近 哦 杰西 那里是杰洋 杰洋 杰洋就是河婆杰西太大 分之开来 哦 这大部分的新村都是河婆杰西 是河婆杰西的 是河婆杰西的 哦 潮州人呢 有南陵 还有什么的 是的 有什么 嗯 我们是葡萍的 葡萍是吧 是 这一日来到张州茶餐室 这里的河婆美食 真是带给我很多惊喜啊 其实食物好不好吃 关键就是用心 以及诚意 张千生四十几年来 专注做好河婆美食 透过这些古早味道 很多客人就好像我一样 更认识河婆文化 还有就是黑苦内劳 努力拼搏的客家精神 令到河婆文化继续在不同地方流传 好 吃过河婆美食 带大家看一下新村的风光啦 那说起马来西亚的华人新村 其实是在1950年代 英殖民地政府 为了阻止交区的华人接触马共游击队 就将这里的华人集中在一起 后来就变成华人聚居的新村啦 而北马的匹力州就是其中一个最多华人新村的州属啦 在新村里面的新村里面 就是一个大家庭 大家都是互相认识 互相扶持 在新村里面有些就好像是翻新了 这个就是很传统的新村屋 你可以看到是板屋 四周围的空间 我觉得是很舒适 可以种种花草 很传统的新村屋 给你们看一下 这里就有一个村屋是经过美化了 听说是因为在疫情期间 有些有心人的老人家就看到 不如将一些时间来美化环境 来介绍一下这里的河婆文化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叫河婆行 一个打卡的地方 给你们看一下 做到挺漂亮的 我觉得很有心思 那住在河婆行对面的婆婆 就和我说 这个村屋景点是鄰居刘先生 和朋友一起打造的 一班村民在疫情期间 一起发挥创意 将这家老屋翻新 改造成为一个休闲景点 那因为这条行 就有二十多户人家都是河婆人来的 所以就叫做河婆行 那你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山水玄艺 水井 古董旧物 牌匾堂豪等等 就让房客了解 古时候新村的生活情景了 那河婆行这里 除了村民海里聚会 平时都会免费开放给大众参观 以及拍照的 我看到这里的河婆同乡 他们真的齐心合力 把这个地方弄得很漂亮 这些古井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以前我记得我家里 都是用这些井 即是井水呢 就是要拉那些水上来 可以正可以来洗澡 或者用水 这个它依然是保罗 一个古井 里面还有井水的 你看一下古井 这是那些菊 中的菊 就是 哦 给你们看一下以前 你们做工的情况 哦 那些和 是米 米 拿来打米 所以其实在马来西亚 有很多孔桥新村 那些华人新村 如果你是来到孔桥新村 的话 就可以看到这里 很有河婆风味 这里有很多河婆人住 就可以来参观一下 这个河婆行 还有这里的居民 听一下他们的河婆话 其实我也听不明白 阿姨呢 阿姨住了多少年 抹鸡 抹鸡 我不会说 六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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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劉的 可以看看他们的传统 村屋 新村的村屋 就是这样的 都很阔 嗯 刚刚吃饭 刚刚吃饭 那刘大哥就跟我说 如果要吃淚茶 除了是来孔桥新村 也可以去到珠堡 我们也叫珠堡 珠堡 那个浓香的茶室 现在看看 有没有机会去那里 试一下那里的淚茶 我多谢刘大哥 今天的介绍 哈哈 拱桥新村 其实是位于珠堡 出磨 下一集 我们就来到珠堡的大鸡 找一找这里 出名的 珠堡 珠堡 这里真的看到很多人卖淚茶 这里真的有很多河婆人 我来到的就是这个浓香 珠堡 珠堡这里有一个很出名的 就是淚茶 啊 应该是有一些河婆女茶 洋豆腐食 这个是珍宗家乡 珍宗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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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做多久了 做了差不多二十年 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合婆的 对 在淚茶有很多不同的材料 很多菠萝 还有 珍宗家乡 珍宗家乡 包卖汤十种菜 十种菜 啊 Bibi 有十年了 是呀 很健康 加这个花生 花生 花生 那回茶资料 淚茶又叫做三生汤 是客家人招待贵宾的茶点 有关淚茶的传说 就是三角时期 又官兵染疫 有一名老草医 就献上祖传的淚茶秘方 结果 汤到病除了 河婆淚茶这道美食 除了好吃 美味 也还有保健作用 那吃河婆淚茶 其实是给你一碗菜汤 其实一十种菜 就这样拌下去 其实是很健康 很保健的一道美食 就是河婆淚茶 就是河婆的美食 你只在一边饮饭 喝汤都可以 其实下面是饭 你可以看到 不同的菜 切到柔柔的菜 花生 和饭 配这个是菜汤 好了 又来吃美食 哇 今天也是吃了很多河婆的美食 现在来到珠堡 吃这个 就是河婆淚茶 其实里面有一些饭 和角色切到很碎的菜 和巴生 是要配搭这个 就是菜汁 我觉得是一个很保健的食物 很清香的味道 试试 试试 善寒犬 来到霹力州的珠堡 有一个景点 我一定要介绍给大家 首先要经过一片游中原 就来到这里很出名的 孔子庙善学院 霹力州珠堡的善学院 是大马唯一的孔子庙 主要是供奉孔姓仙师 有些父母都会带子女来默拜 其可能增长智慧 考到好成绩 听说都很灵严的 保佑学生金榜提名 那因为我儿子即将就有政府回考 就送到来孔子庙默拜 希望可以帮助他开竅 有信心面对考试 顺便带你们参观里面的设备 你可以看到善学院 这里的设计是很有传统色彩的 四周围的景色真是很美 那这一日来到拱桥新村 以及珠堡小出游 虽然不是第一次来 但是真的收获丰富 认识了河浦文化 再来到这个孔子庙 真是很充实美好的一日 又令我觉得马来西亚的风光 实在是太美丽了 那如果你来到我的家乡 旁边历洲的话 都很欢迎 很建议你们可以来这些小地方行下 体验和感受这里很純朴 很美好的乡镇风情 好了 这一集的时间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你的收看 拜拜 拜拜 我们来到这里 参观一下 拜拜 保佑金宝系列 在一个新村 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给你们来拍照 和了解一下这里的河浦文化 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新村的风景 这个是廟宇花圈的感觉 远远就有很多山 在很多华人新村 他们都很会种东西 这些是种了这些河浦文化 一种瓜蕾 很漂亮 这个就是新村的关帝庙 这些小小小小小小小 就有一些麻烦 现在做了一个小小小一 最夫人 对我们走闹路 不过